往下突破,突破是什麽呢? 我们在谈谈这个低位 7月15日低位,46.04,44 最低今天是46元,所以叫往下突破 理论上,往下突破下面的支持位,就要看这个 5月12日的45.79,44 除非稍后戏剧性回升 很快,今天未必得了 明天要尽快,明天没有下跌跌口 好,即是46.6至47.5 这样就有些机会了 但是阻力短期阻力已经下跌到 48.6这个高位和这个高位 49.2 还有就是看一个低位 我看清楚是不是 47.1.5有没有低过? 47.1.5应该是最低 47.1.5成为了短期的初步阻力位 在下跌跌口里面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全部利淡 连这个DMI都是转淡 所以短期形势显著向淡 短线投机者 就不要想着买这只股票 不要想着买这只股票去投机 做好了 或者买它是牛证 影构证 现在就完全不适宜 阻力线 来看看有这条线 也可以看 这条线 比较高 阻力线 大家看到了 另一条阻力线 失手过过 还有一个量度 我先关掉这个线 量度下降通道 下降通道底部支持 用不需要滑低呢? 真的很难说 现在的形势 向显著向淡 中期是否显著向淡呢? 看看这边 都是显著向淡 DMI 亦来淡 反复下跌 一级一级下跌 失守之后 刚才说过 45.49 45.49 就是中期的 重要支持位不容有失 至于这个高位 就已经成为了中期好淡分水 支持失守了 48.49 中期要尽快回到上面才行 嗯 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再差点看 我们看看量度跌幅目标 由这个低位 36.19 升到上去 最高的位 是57.49 0.5倍量度跌幅目标 就是 46.84 到了 下面很重要的是 44.32C7 因为这个 44.32C7 是0.618倍量度跌幅目标 留在下面 后市中期 真是不妙 长期 月线图 月线图 我之前说过 月线图 我之前说过 这个高位 74.21C8 跌至低位 是 23.074 反弹0.618倍量度跌幅目标 是54.91 曾经到过 可惜 站不到在上面 现在就掉头跌了 是这样的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现在就是 1个 2个 保育加通道中族失守 先看看 保育加通道中族 现在是 45.958 但估计 46.22 高过未算失守 所以1个好 仅仅好 暂时 MACD 还未发出牛熊公信号 所以2个好 长期形势 是偏淡 并不像中期 短期 显著向淡 回控 后市看反弹力 如何 当然 股价涨会下跌 保育加通道中族支持 都会失守 形势 就会变成向淡 又偏淡 加上MACD 如果到时发出牛熊公信号 又会变成向淡 所以回控 是 1个股份 辅助分析指标DMI 暂时还是利好 正Di 在24 -Di 在15 刚才中线 我们从这里计算 这个是 36.69 长线 你看 这个是长线 如果长线 我先关掉这个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 不由这个36.19 而是这个 从这个 升到这里 这个低位是 23.67 4 这么低 这个高位 是 57.49 0.382 0.5倍 0.5倍 0.618倍 这个长期量度跌幅分别是 44.572 40.582 和 36.592 长线投资者 请多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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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多多留意